DELONGI 全自動義式咖啡機 ECAM 290.43.SB 結團之後呢 還是有一堆人在問 會不會再開一團啊 能不能再開一團半自動的機型 那泡咖啡呢 其實就是一種樂趣 每個人的樂趣不同 有些人覺得用全自動做一點點的設定就好 有些人覺得用半自動搭配磨豆機 多一點點手作感 有些人喜歡完全就是手工的沖泡 不同的泡法呢 有不同的味道 也有不同的樂趣 不囉嗦 為了大家願望呢 今天再來介紹另一款 BIRONGI 半自動義式咖啡機 EC885.M 介紹使用之前呢 先跟大家分享這次的團購優惠啦 同樣呢都幫大家談好了 絕對呢是全網路的最低價 原價呢 16900的EC885.M 只要五九折 9990元 還送你一包500克的義式咖啡豆 另外呢 如果你是咖啡機搭配多功能的磨豆機 KG40 也只要10849元 如果你平常泡咖啡跟我一樣呢 是用燕麥奶取代牛奶的話呢 阿棠也幫大家準備好囉 職人燕麥植物奶呢 1000ml 6罐呢 也只要750元 團購呢 記得只到6月30 那超過時間 我真的還是只能攤手啦 接下來就要跟大家分享呢 這一款 BIRONGI 半自動義式咖啡機 EC885.M 首先我們從外觀來看 全銀色的這個設計呢 很有工業風 不過這一款半自動呢 有一個很大的重點 機器的整體的這個寬度 只有15公分 不太佔據你檯面的空間 深度呢 也只有33公分 提供的這個過濾器呢 它有單杯跟雙杯的份量 規格呢是51mm 雙杯的這個最大的粉量呢 是16克 前面的這個高壓幫譜呢 是15把 操作按鈕也很簡單 只要選擇單份或是雙份 第三個按鈕呢 它是真奶棒的功能 用來打奶泡或是加熱使用都可以 這款機器你買來的標配 就包括有 過濾器兩組 過濾器手柄 不鏽鋼拉花杯 金屬壓粉器 咖啡粉齒 跟清潔相關配件 接下來我們就來實際使用給大家看吧 那我們今天呢 就簡單來製作一杯燕麥奶的拿鐵 首先呢 我們來看一下水箱的部分 水箱的部分呢 只要從後面 抽起來 打開蓋子 就可以再加水 水箱容量呢 是1公升 然後上方的這邊呢 在開機之後呢 它會變成比較溫熱感 你可以把你的咖啡杯呢 放在上面呢 做溫杯的動作 接下來我們就要用 咖啡豆來製作咖啡粉 或者是呢 你也可以去買現成的咖啡粉 來製作咖啡 那如果你要更有手作感一點的話 就可以用磨豆機來製作 那我這邊呢 是使用Tilongi的KG40 這款磨豆機來製作給大家看 先加入適當的咖啡豆 然後將它的蓋子呢 蓋起來 那這個使用也很簡單 只要宣傳蓋好之後 接下來我們就按壓的方式 然後按壓 你可以按照你的需求 來調整你要磨豆的這個時間 那我自己大約是覺得 30到40秒左右就已經差不多了 開蓋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將咖啡粉呢 加入到我們的過濾器裡面 那我這次使用的是雙份的過濾器 加完之後再用壓粉器 把咖啡粉呢 壓平 均勻的壓平 壓平之後你可以對照一下 在過濾器裡面呢 有一個刻度 如果大約到那個刻度 你就可以直接沖泡 如果還沒到的話呢 可以再加一點咖啡粉 一樣再壓平 這樣就完成了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把 過濾器手柄呢 整個安裝到我們的咖啡機上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把溫好的杯子呢 然後放到下面來 那這個下面呢 其實像我這個杯子比較高 放不進去 Dirongi這款半自動的設計呢 有一個很棒的地方呢 就是下面的杯盤呢 是可以把它拿起來的 這邊呢 就會有比較足夠的高度 我們可以把杯子放進去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按下 我們要泡了咖啡的份量 那有單份跟雙份按鈕 那我們剛剛咖啡粉呢 是放雙份 所以我們可以按雙份按鈕來製作咖啡 這樣就完成了一杯咖啡的製作 那這樣就是義式濾作咖啡 我們可以看到呢 用Dirongi這款半自動 義式咖啡機 泡出來的這個油脂的厚度 其實還蠻不錯的 接下來我們就來試試看 用燕麥來製作奶泡吧 這個蒸奶棒使用呢 也非常的簡單 我們先按下蒸氣的功能 然後我們可以先拿一個空杯 放進來之後呢 打開蒸氣的開關 因為呢前面蒸氣呢 通常是出水柱 然後沒那麼穩定的蒸氣 所以我會建議的先拿空杯 讓蒸氣穩定之後呢 再來進行打奶泡的動作 好相當就差不多 我們就可以把它關掉 然後接下來換上我們的燕麥奶的鋼杯 然後一樣打開開關 然後我們這樣就完成了一杯呢 充滿奶泡的這個燕麥奶的拿鐵 我自己個人呢 雖然不是個咖啡高手啦 不過手沖半自動全自動我都試過 就樂趣來說呢 我個人蠻喜歡半自動的咖啡機 但就平常忙碌的生活來說的話呢 我比較慣用全自動的咖啡機 可是呢我去錄影的時候呢 我就用手沖的 其實呢真的各有不同 那不知道大家呢 喜歡的是哪一種方法 Dirongi這款半自動液式咖啡機 EC 885.M 真的好看 輕巧 又不佔空間 對於享受一點點手作咖啡樂趣的人來說呢 是很棒的一個選擇 但是呢老話一句 團購價呢一去不復反 大家如果對於這台Dirongi的咖啡機呢 還有任何問題的話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討論 那我不是拍電影大哥 下次再見囉 掰掰